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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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來賓 今天很感謝來到這個由證監會和OpenU舉辦的工作 多謝兩位主辦記錄 多謝另外一會兒要講的 另外30分鐘的嘉賓Tina 還有最重要是多謝各位來賓 或者講一講我自己現在在做什麼 沒有錯是 第一是自從2006年7月開始 信報出品人林太說 可不可以寫一些和金融圈有關的一些東西 可不可以不說數字嗎 我本來都是覺得幾挑戰性 不講數字有什麼好講的 在香港 每個人都要講 Anyway都寫了一年半 今天我預備了30分鐘 其實我有一百張短片 盡量有些是不需要講的 有些可以skip到的就skip 那skip到的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看每一個禮拜信報 或者最近把頭六十輯報紙的東西 集合了一本書叫金融圈 和那個title一樣 其實在講一些策略 一些strategies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outline 就是說 今天要講的話題 就是說有三樣東西 就是一個投資者可以做到的東西 那之後我會講一下 有一些的策略 一些的期權的策略 那我也會講一講 就是說我自己怎麼看 某一些的衍生工具 某一些的槓桿工具 那至於你怎麼去做 你自己那個portfolio construction 你的投資組合 每個人的策略 每個人的用的方法不同 那我無謂在那裡 就30分鐘短短時間講 我想講一下 另外就是說 什麼是深紅 還有什麼是貪心 就是greed 還有深紅 那會令到大家 有些什麼可能會發生 那麼limit shocks to your finances 那麼去到你 退休年齡的時候 那麼究竟有些什麼 可以真的做 我這裡寫著 3 things you can absolutely control as a retail investor 有三樣東西 是大家可以做 那麼我在另外一些的 seminar 通常是一些educational 教育性的 seminar 我說 及早離場 有些朋友 就是來賓 他說 及早離場 你不用叫我做的了 這件事 第一件事 那麼他說 現在的市場這麼熱 那麼 我00年回流回來香港 那麼就 有幾間的 比較大的 其實全球最大型 用資產管理計的 Hedge Fund 那裡做一個 國家經理的角色 那麼去到現在 我自己呢 有兩個的business 一個是我是負責一隻的長短倉的對重基金 另一個就是我有個顧問的工作 就是幫一些人去做一些consultancy的東西 但是在那個retail那個零售的space裡面 我聽到一些很特別的名詞 什麼 Deep V反彈 Deep V反彈 Deep V反彈 在2007年很流行 那麼我是報章 我說 我說 為什麼說 不買LV呢 為什麼就是要Deep V呢 那麼 今天是開上白 就是warm up一下 及早離場 那麼既然都不適合聽的時候 就分散投資 那麼分散投資 分散投資 分散投資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分散在 更加多同一系列的股票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那麼我知道 如果你說是做零售的投資者來講 你未必是可以入到去一些 另外的國家 如果你除非你用基金 或者如果你是 在一個投資銀行的層面上 你可以 有一些是ID market的地方 你可以用一些叫P notes的東西 你會進去越南市場 去買一些的東西 那麼我沒有提示 講給大家聽 在哪個market是好 與不好 那麼可能是一些 另類的東西 油票可能是另類到 是畫 不是一個股票 stock market的東西 那麼我發覺 在07年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說我見到有很多人 就是 好像在90年代尾的時候 quit了份工 做很多day trading的東西 那麼因為現在的交易費 也是十分之便宜 越來越便宜 那麼便宜得怎樣呢 北美洲的股票 現在說9.99美元 你可以買到1萬股的股票 是跟市場 kulit 有很多人是 那這個是真的 是你見到說中學生 小學六年級去 就是去 get involved 在那個market中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那麼 我自己覺得來講 就是有少少過了火 我昨天搭船在香港過去尖沙咀 另外有個友善的新聞台 他說2008年這件事如果我們不正視的話 我們相信都是一個很 Structural來講很大的問題 第三件事就是剛才我們有說說減少交易次數 減少交易次數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件事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在座各位的來賓 那個交易頻密是怎樣 就算我是在做一隻對沖基金裏面 可能我裏面有一個股票一間的公司 我每一年的turnover 或者是交易 我可能是不多過一隻手指 可能是四五次 但是如果一天可以同一時間炒賣 可以是去到十幾二十次 我也都不是開玩笑 是有些人這樣做 或者更加多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那個frequency是可以這麼大 所以 股票提示 今天 還有二十幾分鐘是沒有的 那 有的東西我想說一下 或者大家理性點去分析一下 Traders need to deal with both the psych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he ethical ethics of trading 每個人的技巧不同 技巧為本的策略 我不知道你的技巧是什麼 那 Psychological的東西 或者是philosophical的東西 更加理性點去想 就是哲理性點去想 What am I really good at? 你究竟有些什麼 什麼東西你是 真的你認為你自己是很厲害的呢 投資 究竟已經在講緊 還是投機呢 那 今天那個topic 你見到說 The logical investor 就是一個 是有邏輯的投資者 還是現在我們是做一個 投機者 What do I wanna do 究竟你想做的東西是什麼呢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me 最重要什麼東西是 你認為是最重要的東西呢 那最後那句呢 我覺得是最重要 What do I wanna be remembered for 你想讓人覺得 或者是 你 因為你那個投資 那個lifespan 整個世 我不知道你 會有多少時間在市場上 What do you wanna be remembered for 那這個是我想 我們真正要想一想的一件事 很多人呢 會覺得呢 就是說 用一些槓桿的產品 那 我想 就是我有一個掙扎 就是每一次去做一個講座的時候 究竟要不要講 我想講的東西 還是 人家想我講的東西 還是我自己心裡想講的東西 那第一件事就是說 很多人說 去用一些的槓桿的產品 那 我做很多槓桿的東西 在我整世的操盤的live裡面 那我也知道就是說 槓桿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說 我有一個膽的portfolio 我是用一些derivatives 一些的衍生供 我是要做hedging 那你說去做directional bet 單邊去帶 去希望某個market 在某個方向去走的時候 definitely是有些這樣的方法 那在我舊行那裡 有一些方法去做一些順勢而行的投資策略 trend following mechanical trading system 但是我發覺retail的投資者來講 他很深深需要知道這件事就是說 當你如果譬如說是一些槓桿 棋子 or warren 的產品 我相信在這裡有很多人都會聽過 你究竟你那個承受的風險 是不是說 沒錯 你說譬如說 warren buy call buy put 一會兒我會講多些 你賺債就是你擺進去的那個premium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在一個很高volatility 波幅率很高 implied for volatility 隱身波幅很高的情形之下 你去買那個類型的產品 而你再在一個這麼強烈波幅的市道 你怎樣去賺錢 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程式買賣 就是algorithmic trading 有很多的大型的對沖基金 或者是有很多的institutional 機構性投資者 就是你用一個prime broker 一個主要經紀行 可能主要經紀行說 我想買某隻股票 今天x% 6% 7% 當天的成交量 程式買賣可以說 在不同的時段 不同的position sizing 就是那個量怎樣進入下去 令到一隻股票去進入一個交易 而你根本來說就是那個波幅率 是這麼大的時候 你去做一個單邊證的買賣 其實是很難的 我在報章那裡 我年頭我講說 年頭去到年尾 Consistently 年頭到年尾 你可以有錢賺 我不是說一次 我在中環 我請了他去吃三個月飯 當然我 so far來講 我沒有破到這個紀錄 也都沒有人找過我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難 如果你是用一個高度槓桿的情形之下 去做買賣 有很多 sad stories 比較悲傷的 你會在一個多兩個月前 你會見到有人要在橋上跳下來 我有很多傳媒的朋友 我說 你們那本周刊可不可以呢 不要再用一個封面說 茶餐廳輪候每一日 每一日賺五萬元或者六萬元 不需要做 工作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 全世界人都不需要做 工作 可不可以用一些 是真一點的東西 這樣東西是需要 傳媒和市場參與者 一起去做多一些 有質素的投資教育給大家 希望是投資者 希望是投資者 不是投機者 你會聽到 很多時候會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 Penny double each day 每一個Penny 一個豆領 每一日double 你double了 四五十日之後 你已經是一個白環富翁 那你 任何option warring的原理 我可以告訴你 我是 只是說 是要來做 對中要做 hedging 不是要來做 directional 我覺得是很難 我亦都 不想說 哪些產品是好 還是不好 我只是 想列一個圖 如果你說五十日之後 你這樣去 一個豆領 double each day 已經是五百萬 你去到六七十日的時候 已經去到一百 六十個billion 如果你用美金計 是US 那Bill Gates的Netweaver 2007年 是說的是五十六個billion 那如果是真是 那麼容易可以 這樣做這些東西 你這樣不斷的 double up 那全世界的人 都不需要做事 亦都是看不到的 沒錯 亦都是想列到 譬如說 一個option 或者你是 你是有個crystal ball 你有個水晶球 你沒錯 當一個 underline的股票 跌下去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好 沒錯 你是看得很準的 會有個爆炸力 100二百三百 percent 的return 是可以有 但是 這個問題 不是那個product 本身行不行 但是根據 law of average 你是不是每一次 你都會這麼幸運 而每一次的時候 當你用完所有的資產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我在香港的證據學會 有一個講座叫Trade Like a Hedge Fund 其實都是Retail的投資者去聽 我說95%的Sticky Money Sticky Money, Serious Money 很辛苦賺回來的錢 我相信你要去用一些很審慎的態度去做 如果你說真的一定要有些叫Play Money的話 我說少過5% 少過5%是一些做一些更加 more speculative的東西 那跟著有位投資者就說 你叫我不投資也很難 或者投機也很難 那通常都會是 之後會有這麼多這樣的feedback 什麼東西也很難 establish a goal 你要需要一個的目標 那究竟那個目標是什麼呢 那很多人來講 那個目標不同 那我說written goals are better than mental goals written 你要寫下究竟你想去做些什麼 那有些人是可能45歲開始 真的去做投資 我說不是投機 是投資 那投資的時候你不會有個gold呢 那你怎樣去做呢 那還是去問一些number 那問一些number 其實我可以覺得呢 你不是用一個portfolio 從年頭去到年尾 看看究竟自己那個究竟 真正的回報是有多少呢 你很難看到你真是賺到錢 還是賺到錢 那我會想說 Start with small goals available liquid assets small goals 那我一點點不是一個很大的gold 一些的目標 那可能是 這個是你的流動的liquid asset 流動資金 那我用美金的 可能35歲的時候是 有25萬 42歲的時候有50萬美金的流動資金 那你怎樣去attain這些gold呢 可能大家如果有參與開投資市場的話呢 股票的長遠來說的回報呢 over the long haul來說 是會給大家呢 大回報過其他 譬如說fixed income的一些的工具 那我也都是show 到 有一些例子就是說 如果有1926年開始你投資下去 equity market 股票市場上呢 那我現在是說long bias 就是以長倉為主 我不是說長短倉 那那個平均是一個low double digit return 是一個低雙位數字的回報 那government bonds 政府債券是說一個mid single digit 一個單位數字的回報 那如果你說投資下去 S&P500 美國最大的500隻的股票那裡 那由一萬元開始呢 1925年去買下去這個S&P那裡 那個回報是73年之後 是說著23球美金 那同一樣道理呢 就是說放下去 US government bonds那裡的 return 大概是40多萬元 那每一樣東西呢 是沒有一個所謂法則 對與不對 那那個是自己去做一個決定 我說可能一個真是很低的雙位數字呢 現在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回報 那我說run away from any advices that guarantee you a 20% calendar year return going forward 做了很多動作 今年由年頭到年尾 到現在說北水南潮 QDI好多東西之後 突然間市場到32,000 再發回來 那我不知道 我只是見到有很多人 譬如我有時收到一些電郵說 我又那個組合那裡是損耗了很多的時候 我怎麼做 那有些人是去到 當他是12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就是34號計算的時候 究竟那個absolutely 就是那個return有多少 這句呢 就是說forget about hitting the homerun 我覺得正常來說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tips 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什麼number 但是說 我覺得你hit the homerun 不如你去回我剛才第二個point 就是說除了及早離場 第一個point 第二個point 就是說分散投資在不同的地區 買的東西是一些優質的股票 那那個定義呢 你自己去探索 你去做你的due diligence 你去分析究竟那些東西是什麼東西 那我只可以說 concentrate on building a quality portfolio and adding on to those posi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quality portfolio 一些高質素的優質股票 excellent businesses 那這個是要大家自己去找 那這些例子呢 我只是用一個北美洲的貿易組合 那因為我沒有貼士 那亞洲的股票也都 我一個你都不要問我了 那我只不過來說 就是說如果你看呢 就是這個model portfolio裡面呢 經過十年時間 不是十天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說 喂我今早買了的時候 我要十二點半 中午收市之前呢 我用某個槓桿產品 我要有一個十百 二十百的 的up side 那我我不會做這些這樣的 return 的事情 那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good, excellent businesses 一些高增長的股票 高增長的股票很多時候 都可能會跟tech有關 一些beta, high beta, high PE 股票有關的東西 當經濟是不好的時候 經濟 或者是你見到 星期五我相信很多人 會不會又是 deep fee 反彈呢? 那個market又上回六七百點 and then US market 那個jobless rate 那個rate 不是太好,就是兩年裏面 就是新高 那你見到那個market 有很大的反應 那個tank,如果你留意開 我有一個model portfolio 我放在信報那裡 我自己有一個model portfolio 也都說,當經濟 出現了收縮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 high growth的公司 泄織會條 其實是最快的腳 Minsp 많이,你要師父 一天可以點回 10% 一樣會是這樣 那我這一版 就算你舉個例子 Apple 蘋果電腦 現在有ipod有iphone 在早滿幾年前 當你還沒有照 WAIT 回覆整間公司的 strategy 那 revenue model 還卻這麼solid的時候 你可以跌到八十幾%在很短時間之內 在九個月內 Options 我的意見其權 或者是期指的東西 我覺得 我不覺得這件事是我杯茶 Not my cup of tea As a hedging tool 對沖的產品來說 我如果在一個操盤的領域裡 我會有另外一些方法 有很多人說 用技術性分析的東西 一個fast moving average cross above一個比較低的slower moving average 55日平均線破了那個slower moving average 22日的平均線之後 Buy 那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當你見到有個十字星的時候 either go north or go south 你可以兩邊買光 我沒有意見這些東西 我自己相信的東西就是我自己的一套 你有你自己的一套你要做的東西 因為策略的東西我很難去告訴你 跟著這裏一路之後我都會是說話 options 我只可以說在北美洲的listed options 靈活性比香港的warrant的market warrant warrant是如果你單邊只是買call和put 是有那個flexibility會低很多 這個是我自己的心底話 要是你不只是在做單邊買一個call 或者買一個put 買升或者買跌 你可以sell put 你可以write一個call 你可以有一個cover right 那這些策略是什麼呢 或者我用五分鐘呢 講一講一下 那 那 我這裏都是一些的例子 那 using options to hedge your stock portfolio 那怎樣去hedge 怎樣去對衝你自己的股票呢 那另外一些 為什麼有些事呢 你會見到有些產品呢 是 如果我說一隻另類投資產品對衝基金 可能呢 五十球美金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你可以呢 gear up 到呢 三倍去到一百五十球 那他問 啊 投資銀行去借槓 一個對衝基金經理 那可能說 當你gear up 的時候呢 那我講呢 就是說你買 就算你買一個product的產品 你都要知道 那 我只是講一些industry的practice 這個不是一個retail的產品 當你那個position呢 你跌了10% 如果你gear up 到 gear up 了三倍 你去到一百五十球的時候呢 你跌10%的時候呢 你已經是有個 十五球美金的loss 那我現在沒有計過margining 就是你去借貨 那個cost在那裡 那你已經沒有了三分一了 你本來只有五十球美金去做 那這個不是普通retail 投資者去做的事情 那任何的產品你是去買 你說專業的基金經理 我不知道 就是說 我有位很好的朋友 那他是跟我一間中學的時候 他做了這一行給我 那他是 那他說 如果有一半的機會呢 是 fund manager 是對的 那已經 是做得很好 有很多時候 那這個只不過是 我自己的心底話也是 maximize returns exponentially using options 我爲什麽打兩個問號在這裏呢 啊 by call long call 或者long put的東西呢 我 原理上 我覺得是可以 啊 你也都見到我是 特意去show 一些example 是說呢 可以 爲什麽會有 一個三位數字的驚 那我也都在 信報道說 這些永遠都不會是 我杯茶 就是我會做的東西 但是 見仁見智 你要了解到那個 product自己本身 是對你來講 是好還是不好 那 long put 同一個做法 那 在香港呢 就是說 用化糖商 這叫options 那 我反而呢 覺得呢 有香港呢 比較靈活性 多一點的東西呢 就是做一個spread trading的東西 那 Bull call spread 牛市應扣 課價買賣策略 將你那個買賣的那個 損耗呢 減低 那 bare put 將你買跌的時候呢 那個的 用那個premium呢 減低 那 實質是怎麽做呢 你們呢 可以呢 留意回去 就是過去 在報章上 寫的東西 今天沒有這麼多時間 因為有一百多張slide 在這裏 我反而呢 大家可以值得參考的東西 就是呢 當你如果 將時間呢 一直壓縮 打算去很高爆炸力的東西呢 當不是 你的favor的時候呢 就最痛苦是這件事 那 Bull put 就是說呢 押著你的錢 就是一個 net credit 就是你收錢回來先 那那個time premium呢 那個時間值呢 一路選好的時候呢 一路選好的時候呢 It's on your side 我喜歡的一些東西呢 是呢 不需要呢 看著這麽多 那還有呢 就是 你那個最大的選好呢 和你最大的回補呢 你已經是知道了 就 同一樣東西呢 就是說一個bare cost spread 就是說呢 有很多人呢 用technical的東西 去看 如果 當 一個 underline 一個股票呢 是升到某個程度 那麽上一個時候呢 有沒有一些策略呢 就是說呢 買回它 或者做回跌 那 professionally 來講呢 去做呢 你可以establish一個 叫做 紅市營購跨價買賣策略 bare cost spread 那 我在 宣布呢 上個禮拜也都做了一些禮 那 Stock repair strategy using options 即是股票 補救策略 或者 用 期權去做呢 一個repair strategy 這個策略呢 我相信呢 是 沒有什麽人呢 在 seminar那裏講話 都幾 不是難明 其實很簡單 是一個 bole cost spread 即加上一個cover right 一個的cover right 那當我如果有 一萬股的IBM 我買了 才算 由九十元跌到下去五十元 我有什麽方法可以做呢 有四五樣東西 第一呢 cut loss 那每個人都不想 就是九十萬 剩下五十萬 沒有了四十萬 對不對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說 你只是做回 write the call 但是write the call 你賺了少少的premium 你都未必想的 那是很少的東西 那 另一件事呢 你可以consider 去做的東西 就是說 當去到五十元的時候 你會是 在高十元的行使價 那個strike price那裏 你write了二十張的 即兩倍的amount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在五十元那裏呢 做回那個 call 的buy 那就是說 其實一個 bull call spread 加上一個 cover write 那 那 明天呢 在信報道會出 所以我亦都無謂 說這麼多 整個原理其實都不是說很難 Psychology of trading How successful traders conquer the inner game to success 究竟那個 我經常說 控制過 心魔 那 What is a 心魔? 心魔是甚麼來的呢? 那 當如果 當大家 是有些 toddler 小朋友的時候 他在懸崖那裏呢 在懸崖那裏 走來走去 你會怎樣做 誰有小朋友在這裏? 有小朋友 如果你在懸崖那裏呢 走來走去 你被他 駕著 單車 那你會怎樣? 你會很小心 是不是? 那 你會怕他有事 那 我這一幅圖畫呢 就是說 為甚麼呢 我當我們去做自己 去投資的時候呢 有很多時候 那個決定呢 是 不是需要考很久的 不是有很多 考慮的 時間呢 你已經可以去 決定了去做這件事 可以 進去做很多 出入很多次 那 我想給大家知道 就是 你可能 就是 狀難可能 跌下去 那 這個是那個 我說現在有很多 程式買盤的東西 大家都不需要我講 每一天 那個 range 大到一千點的 波幅的時候 有很多人以為他自己是股神 有很多人以為他自己呢 可以很厲害 去 time 到這個market 那 但是 絕頂厲害的人呢 我相信呢 不知道 真是去 我好 很有趣的 我發現呢 有周刊 就是訪問這些很厲害的人 永遠都是 show 背脊的 或者是黑影 那 究竟有沒有那些 每一日賺五六萬元去 做一個槓桿的產品的東西呢 我覺得 就 我好 debate 有 那我有一天就是跟 某傳媒的編輯老總去討 那 大家 吃飯都 幾重火藥味 那 那 contract 你見到呢 就是當你由萬幾二萬點的時候 升到 現在講的輕聲 你那個 margin 那個案金呢 是 高了現在差不多是 一十五萬元 你是 做一張的 這些 槓桿棋子的 產品 那 如果你五百張 contract 五百張以上 你要跟 監管機構 你要去申報 那 你一百點的上落 現在是很小事 那你說一千點的 range 也是很小事 你說 我欠五百張 contract size 不是個個會欠五百張 大部分不會 這幅圖我想給大家看 不過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說 Hangs and I hanging in there A lot of people are just hanging in there 就是做了一整年 你那個 教育次數 那個broker可能 是賺了很多錢 但是你自己 可能是hanging in there 那 那 那 很少人 很少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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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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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做成怎樣 這個我不知道 Advances have to be incremental Advances 是需要重步前進 跟著有些圖就是講 那個市場有幾瘋 Limit shocks to your finances 當大家去到退休年齡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就是說 那個Life裏面不能去take two 就是再去做多一次 我不知道現在退休年齡是五十五、六十五 還是你很聰明去到三十幾歲已經是不需要做事 但是我覺得市場始終來說 If you get too much excitement from the market 你有一個問題 George Soros 大家聽過 梁志基的創辦人說 投資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是一個不應該是這麼有excitement 他做的策略或者長倉短倉 或者是一些宏觀性的東西 那不是今天我們要講的話題 應該來說不是每一天有這麼多excitement 有這麼多開心刺激的東西 太過刺激現在因為 Dealing with trading losses 好簡單 Don't take too big of a position to have a psychological damage to yourself and a lasting damage to your portfolio 現在有很多人其實是 手出汗 跟著又去按一下機 我覺得是一個挺嚴重的問題 金融圈內 我本書我也介紹過 有本書 我有時幫一些投資銀行 做一些boot camp training 就是一些新人進去 那個trading desk跟我去講一些東西 有一間歐洲行 他必讀的書 就是說 Reminiscence of a stock operator 中文譯做股票操作手回憶錄 我覺得值得一看 這樣講 在早幾十年前 Jesse Livermore 1877年 1940年 直到1940年 他離開了 他講 一句話 There is nothing new on Wall Street or in stock speculation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will happe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就是怎樣去控制 人那個內心 人那個心惡 除了你那個操作技巧之外 Jesse Livermore 是破產了兩次 最後 他的結果就是 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在San Francisco 一個酒店裡面 吞槍自殺 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者你都看得很清楚 他臨死之前 兩天 Human Nature Never Changes 人那個心態 你越是急 Greed 就是大家貪心 很多人都可能很貪心 但是呢 我希望今天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Euphoria 深紅的東西 是什麼呢 Euphoria is the worst emotion Even worse than greed 如果你一直就是 好像有些人玩Blackjack 很厲害很厲害 最後都輸了 我希望大家 去正視這些東西 有很多叫Draw Down Rules 如果你股票那裡跌了的時候 5% 10% 15% 要做些什麼 我會在未來的 文字妹在這裡 希望會說一說 When greed creeps in What could go wrong? 當你很貪心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可能會發生呢 那麼 遠一點點說 就是說 機構性的 投資人 投資者 可能你聽過 Nick Leeson 巴零小子 當時來說 那個Trading Loss 是大到 不可以再大大 他隱瞞 結果都要有一個 Jail Term 就是去了 監獄那裡 在新加坡那裡 是受盈 那last loss on trading 就是說 有很多的Rules 就是說 Cut Loss 那什麼時候要去 Cut Loss呢 我本來就是想說 始終我們說Investor 就是說投資者 但是我發現這裡有很多 就是操判人變成Trader 或者是投機者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就是說 To be successful as an investor You must have a lifetime pursuit 你是一個整世的一個Discipline Investment selection skills Market timing 我覺得是重要 就是特別是在 我自己的領域裡面 Risk management 如果你沒有是不行的 Emotional control skills 那麼 中文可以翻譯 順勢而行 長短均可 風險控制 量力以為 You need a balanced life 我們很多時候 都是需要好好 balance 每個人是要 個life裡面 你那個生活裡面 是 現在講緊這裡 我相信30歲以上的人 很多 或者40歲以上 不用舉受 我看大家都知道 人生下半場 那個下半場應該是怎樣呢 我都是問回那幾樣東西 What am I really good at? What do I want to do?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me? What do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那有很多時候 就是說 當在買賣股票的過程裡面 我們傷害了 我們自己 或者傷害了 我們周圍身邊 家人 值不值得呢 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可以想想想想 最後 剛剛 OpenU的朋友說 回報 付出 我想說一下 如果大家 可能 可能會考慮 一件事 就是說 你有一個更加大的使命 就是說 你的 投資裡面 你看看香港也有很多問題的東西 我在寶珍上說 七月的時候 我們和前一位政府高官去負責 三個禁的一位公務官去看看 天水圍有很多問題 香港也有很多問題 香港以外有很多問題的東西 那 回報 回報的東西不需要說 大家有很多很厲害的策略 那付出是怎樣呢 可能 一件事就是說 set aside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your profits for meaningful charitable costs 你自己本人 每個人 每一季或者每一年 年尾的 charitable giving 那會不會令到你那個 投資的 那個 mentality 會有少少不同 究竟 是不是再要去用一些 你們控制 在你控制範圍以內 應該做的事情去做呢 那這些深層次比較 哲理性的問題 我覺得反而 更加有意思 有事 那 我自在 那我現在 我也是 講緊 我們個個都很多人 是 Half time 我們做我們下半場要做的事 那我又 get involved 在有幾個不同的NGO 那 NGO就是叫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組織 去研究一下他們的need在哪裏 那 今早我們去完 石柱監獄裏面 有很多人 其實是在 聖誕節 或者冬天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探 你可能會想想 究竟那個need在哪裏 社會的需要 我們剛剛去完柬埔寨 就是做了一個叫Ride for Hope 的一個 charity ride 那個訊息就是 除了回報之外 我們都需要付出 那這個更生會的網站 我希望讓我埋下高伯 那另外就是 一些香港的NGO 就是香港的一些團體 那我們也都 明天你對訊部見到了 我們有位會員 左邊 Billy撞了一隻水牛 他都傷了 那 但是我們覺得很開心 去做一些事情 那就是說 他說 What do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那有時候就是 我希望 零八年 年頭 帶出到的訊息 那 跟著就是 希望大家 平安 Thank you 那個 給我 那 我 謝謝你 有個